開始了 這一個是我們扳機盒 半成品 它就只有外盒 然後這個部分是 把扳機盒 鎖在上槍身時 所需要的螺絲和墊片 在這兩個孔位 那長短有分嗎 長短沒有分 兩個都是一樣的長品 然後這一袋就是 我們扳機盒裡面所有的 內建 待會會裝進去的 東西 你現在是要幹嘛 我們先把這個拆下來 因為有可能它到時候會掉 掉下來 我們先掩飾萬一 寄送過程中 這個東西如果掉下來的話 怎麼組裝 我先把扳機盒 拆開來 四個螺絲都是 十字的 所以用一把小的十字旗子就可以拆下來 小的十字旗子就可以拆下來 拿起來 這一面 是朝上面的 我們是要這樣組裝下去的 然後 它這裡有一個L型片 它的L型 是要朝底下組裝的 然後我們要先把它 把它組裝到我們的 扳機扣 扳機扣的這裡 有一個凹槽 有一個橢圓形的孔洞 它是要我們的 扳機連桿的強度調整螺絲 穿過去 直接穿過去就可以了 這樣 這樣算是一組的 然後把它組進去 強度調整螺絲 對準 扳機和上面的這個洞 組裝進去 然後扳機連桿 地量 朝45度角 這樣會比較好組裝 組裝進去之後 這個位置 把它 撥進來 它原本會在外面 把它撥進來 然後再把 所以你現在是撥好了 對現在撥好了 然後把板機連桿 往下壓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來把 板機扣的彈簧 勾上去 這裡有一個柱子 勾到這個PIN上 對柱子的中間有一個勾 我們要勾到這個勾的位置 確認有卡住 然後再來 我們組裝我們的行程調整座 這個金色的羅帽 是要裝在這個 魚人的孔洞裡面 它有沒有方向性 沒有方向性 直接組裝就可以 好 然後組裝的時候 可以先把板機扣 往後推 這樣會比較好組裝 它壓到那個PIN上去 對 然後 然後 你是向左旋轉向右旋轉 向左 向左 在這個位置 好 然後 然後我們的行程調整座的螺絲 這裡有一個洞 要穿過它 然後 再鎖在我們的金色羅帽上面 把它鎖在金色羅帽上面 金色羅帽中間是有孔的 對 中間是有鑽孔的 可以穿過去 鎖好之後 差不多凸出來 兩到三個羅牙就OK了 好 穿過金色的PIN之後 穿過金色羅帽 大概過來 兩到三個羅牙 OK好 好 然後 接下來 我們要把e-code 安裝上去 e-code安裝的位置在 行程調整座的螺絲上 它這裡有一個 勾槽 這是 這個 e-code要安裝的位置 在這個勾槽 好 我們用鎖子 夾起來 把它放到勾槽上 然後 壓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 把蓋子蓋回去的時候 要記得 這個 釋放主鐵要稍微撥一下 把它撥在軌道上 這樣盒子會比較好的 比較順暢的進去 剛剛聽到卡達一聲響 就是撥在軌道上 對 它就是盒子壓下去的時候 然後再把 四顆螺絲鎖上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